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件衣服好面熟 我穿的很面熟 这是我前年买的衣服 主要是因为我胖了 实在是穿不上 她就给我缩挖过去了 姑娘你好好站着 我看给你妈到底差多高 我还要想 怎么也是没长过她妈 也就一厘米吧 这也得三厘米 趁着这个机会给大家看一下 我跟我小妹相差多些 说我俩是三胶胎 其实我们两个个头稍稍会差那么一倍 我想说 她好像没有翘翘高 是不是 我已经锁了 就是已经到你来看 你给我拉到吧 你从小就没长过 出生的时候咋差多些 那你问咱妈那晚得两公分的 差四两体重 没事 我说长度 那我不知道 反正我就知道 我俩出生的时候 一个是四斤四两 一个是四斤 啥好吃的都让你吃了 我哥爱就你脆了 你快拉到吧你 吃完吗 上那边开个小会 赶紧的就等你了 这个会议比较重要 各就各位牌牌做好 远点 哈哈哈 跪下了 你这样就记我一下看出来 我是老大 这个 这个盘盘 干脆做地形 我大个狗的 哈哈哈 狗的定格 哈哈哈 哈哈哈 做整齐的开会是这个形式吗 公司提前发 对提前发做好了 嗯 妈都好 把你的手机给我撂 哪个领导开会的时候拿手机 静音 有静音模式 哈哈哈 不关机了 手机响了扣奖金啊 说我妈走 嗯 小妹发言 就是关于前两天我们都说要储蓄旅游嘛 嗯 上海是上北京还是上铁岭 这仨地方 陷入了纠结 但是我现在就跟大家说我跟小李同志我俩已经确定了 我们俩 肯定是去北京 因为就去北京这件事吧 其实我们俩已经计划好几年了 今年终于是得到机会了 然后还没家三口就想带你们去溜达溜达 再办点事 本来是说好了我们六个人去嘛 但是现在纠结到什么程度呢 他 上海也不去 北京也不去 铁岭也不去 昨天晚上我们俩商量了 因为我小妹他们一家三口已经订好了 哪天出发了 然后就要去北京 我们五个人去也行 但是这两天听我爸说的 我姥姥回家了 然后呢 可能就赶了这一天 所以如果说我姥姥回家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去送的 那可能就是 我们都去不了就他们一家三口去 所以就是现在我也比较纠结 我看很多朋友留言说的 建议我们带 翘翘去溜达溜达溜达 因为他马上上初中了嘛 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 再一个就是想让他去看下天安门 他们升旗啊 上长城就爬一爬啊 然后还有那边有故郊啥的 什么博物馆的故宫啊 很多地方想让他去看一看 增长点知识 确实这么多年他从小长大 没怎么领他去过远地方 毕竟翘翘大了 趁有时间带他溜达溜达 以后说不上是什么样 但是我现在呢就是还进入了难了 我说我带翘翘 但是我姐就是有点担心 因为带两个孩子 人家翘翘说是吧 在外面最不重要 撒牙子呀 真的撒牙子好 所以姐 现在很久一点很久一点 你呢 因为这个是我张罗的吗 我还是想去北京 你怎么不考虑天领呢 明天我给你买票出发去天领呢 你不去试试我给你买票 我叫你老天领天领 开车就行 你去吧 明天就去 给加烂油 开车6大时 7个小时7个小时我就去 明天还有箱子 有留老干 我明天就给你买票 明天就要你出发 你看呢 买上去退的 你看 去故宫一鹤圆 明圆明 圆明圆 翘翘之前说过明圆明 国僧明圆明 所以她就记住了 那时候小 她说着急了 故宫天领门一鹤圆 八蕾圆 然后长城 有一个姐就告诉我了 说他翘翘间想去那个哪 上海一十年 不如领了上那北京 还 还酒啥 我也不知道你叫啥 不如上那了那也挺好的 再一个就是现在我们东北这还没开学 有一些地方都已经开学了 人会少一点 主要我就想去明圆明 小李同学以前在那上过班 在北京工作过 带回去找一个感觉 然后她小的时候 跟着我公公婆婆 还在天安门造了一张相对吗 令花园一下去 长城也造 哪都去过 你看人都去过 几岁的时候就去过 花姐还说呢 恨我爸一辈子没有去 开玩笑的 知道 开玩笑说的 我姐那时候大票大六岁 我姐没去了 把你带她去 好幸福呀 我妈五十多岁才去的北京 去你们啥要呢 啥也就帮我记住了 你没记住啊 反正我们现在把声钉钉的 就是他们一家三口去 大城的是不去的 然后我跟翘翘待定 今天晚上他们仨钱买票 我跟你说 这玩意不一定是 说不定我姐夫到时候也去了 这一套妈妈的票 谁到了 他说了 我让我把那个旅游的 他那部分钱拿回来 买电视 拿出来他买电视 是吗姐夫 你这么好吗 现在大家一起都能看 看好不好 我这个理想的关键就是 宏观特别宏观特别伟大 就想大家一起 回来 回来 回来